信念的力量能创造奇迹 智者明白世界只是一个幻想 它不以幻想为真而行动 因此它能解脱诸苦 你可能以为你的想象对于真实世界来说 毫无力量可言 纯粹是想法和梦幻而已 可是你知道吗 科学研究的一大难题 就是消除掉科学家们对科学实验的预期 因为科学家相信和想象的事 真的会影响到科学实验的结果 这就是人类想象力和信念的力量 正如科学家的信念会影响到科学实验的结果一样 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可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 你的信念不管是真的假的都形成了你的世界 你想象和感觉到什么是真的 什么就会是真的 因为你在跟吸引力法则说 这是我想要的 所以吸引力法则就把它给你了 你想象的世界比你看到世界更真实 因为你看到的世界来源于你想象和相信的事 不管你相信或感觉什么是真的 它都会成为你的生命 如果你相信你不能拥有梦想中的生活 吸引力法则就会听你的命令 让你的信念成真 去相信你能看得现摸得住的东西根本不是相信 但去相信看不现的事才是胜利和祝福 人类历史上关于有限的故事代代相传 现在是该知道真相的时候了 真相是你是无限的存在 真相是世界和宇宙是无限的 有无限的世界和可能性 你看不到它们 但是它们都存在住 现在你必须要开始讲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了 你必须要开始讲关于你非凡人生的故事了 因为不管你讲的是好故事还是坏故事 吸引力法则都会确保你收获它 它将会成为你人生的真实写照 想象并感觉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就会成为你生活中的画面 尽可能多地给出爱 尽可能多地感觉好 爱的力量会让你周围充满你爱的人 适合环境 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 你能做你想做的一切 你也能拥有你想拥有的一切 你爱住什么 你想要什么 在你的生命之书里 撕掉那些你不爱的 留住那些你爱的故事 如果你舍不得扔掉过去那些消极的事 纳摩每一次回忆它的时候 你就又把它放到你的生命里了 纳摩这些事就会变成此刻你生命的画面 过滤掉你不爱的童年故事 留住那些你深爱的往事 过滤掉你不爱的青春时光 成年经历 留住那些你深爱的场景和感觉 在你的人生之书上 你要记得只去留下所有美好的回忆 所有属于过去的消极经历都消逝了 都完结了 现在的你和当时的你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那么干嘛要把那些 让你感觉差的陈年旧事 放在你的故事里呢 不要从自己的过往经历里挖掘消极的事 让消极的往事随风而去吧 有一股伟大 永恒而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把我们所有人都向前推进 但是当所有人被向前推进的时候 有那么多人驻足回首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抗拒住这股力量 Prentice Malford 1834-1891 普人提斯 马尔福德 心思想作假 如果你老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诉说你的故事 那些画面就会不断在你生命里重播 如果你老是说自己不如别人聪明 不如别人有魅力 比不上别人有才华 那模拟就是对的 生活会向你展示更多你比不过别人的画面 而当你用爱来填满自己 你会发现内疚 憎恶 还有任何消极的感觉 都会离你而去 接着 你会开始讲述自己生命中最伟大的故事 爱的力量会点亮你的生命 你生活的所有画面 都会变得光彩要人 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力量 爱能征服一切 Born Mildred Visit Norman 1908-1981 和平朝圣者 原名米尔德里德·利塞特 诺曼和平主义者